草屯镇同德加商参与2017商业类竞益竞赛 透过学生们的努力及老师细心的指导 获得了烘焙组金手奖及中餐组优胜奖 校长也希望学生们可以持续的努力 联系了两年我们烘焙科的同学拿到金手奖 那这个金手奖得来不易 我们已经联系了两年 那学生是烘焙三甲的学生 从小就对烘焙非常有信心 那国中也是国中继班 就对烘焙的学习非常认真 获得了金手奖肯定的烘焙组学生及老师 也分享了许多在比赛时的过程 这一次比赛的话大概是我们也是连续两年 但是当然训练上压力上会比较相对比去年大很多 但是我们还是一样照我自己的步骤 然后去调整说他的学习的方式 为了比赛大概练习了三个月 然后每天早上跟晚上都有在练习 然后回去练习完就是晚上自己再回去读学科 而三家利用时间练习的中餐组建教生 感谢老师细心的指导才有机会得到优胜的成绩 这一次我们同德加商在中餐烹饪组的全国商业类竞赛当中 然后在制作当中 然后再加以一些我们正规的一个训练的话 那这次可以拿到这样的成绩 纯属不易 很值得赞许 因为老师在我练习的时候是教我 先把题目看清楚再去决定说你要去怎么呈现出这道菜 因为必须在两个小时之内做出菜 也必须善后收拾 不然玉石的话几乎就是没有办法得奖 先议员黄文君肯定校长及老师的用心 也希望学生们能够继续发挥持续拿下好的成绩 透过不断的练习及老师细心的指导 希望学生们能够继续努力持续拿下好的成绩 记者永胜草屯采访报导